刚刚不论是谈到房子 或者是讲一粒一休 记不记得大家先前 在谈83项政机的时候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政机 今天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锅贴啦 小吃 素食 或者是台铁 又多了4项政机 所以83加4 不如帮民进党凑个 87政机吧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 一粒一休会增加 很多的人事成本 是在通过一粒一休之前 大家就应该知道的件事情 但民进党显然没有对这个部分 去做出相对的 因应跟配套措施 他并没有在事前的时候 就告诉这些资方说 我允许让你们有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市场 怎么样让资方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以便于在一粒一休的时候 能够给劳工更多的照顾 民进党这个部分没有做 所以资方这个部分当然不满意 因为随着人事成本的上升 他要么就是不雇用正式的员工 去找更便宜的派遣工 或者他就是涨价 转嫁到所有的消费者身上 再不然就是关门大吉 所以很多服务业 或者我们一般 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会发现他不开门了 那么对于劳工来说 又一定等等拿到好处吗 不见得 因为很多的劳工 他本来是反对一粒一休的 尤其是砍掉他七天假 甚至在很多是在 不适用于一粒一休的特殊行业 比如说保全业 这两天也上街头抗议了 他们不适用一粒一休 而且就连最基本的七天假也都没有了 那么我们来看整个 摆行带涨的这个状况 我们要注意 有没有一些行业 有没有一些商家 趁乱涨价 搞不好有 因为如果我现在是商家 虽然我完全不照顾劳工 但是看到大家都喊涨 反正我就把这过头 全部都推给一粒一休 反正我也不给劳工好 然后都说这也是一粒一休的错 好凡我涨价 也说是一粒一休的错 所以如果有哪一些的员工 比如说你真的是上面的 素食店的员工 水澡店的员工 你真的有因为一粒一休 你的休息日的加班费 有变得比较多 那么我认为 所有的员工都应该 这个时候在脸书上在哪里 应该多多说明一下 不然我也会很怀疑 你们这些现在喊涨的这些业者 到底是有没有把钱发给劳工 如果你们真的有把钱发给劳工 然后涨价 我个人还觉得可以接受 那如果都没有这回事的话 那你们这些商家也该骂